新冠疫情趋缓后 在马来西亚雪龙区生活的经济负担居高不下 许多家庭入不服出 如果有三个月的现金援助 将能帮助他们度过生命的难关 我肯定会更加热,我肯定会更加热,我肯定会更加热 我肯定会更加热,鲜肉 像鸡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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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 然后我肯定会吃饭 我肯定会吃饭 我妈去医院,我会用这些 家里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用这些 延续2020和2021年的此期纾困专案 所望相助的精神 此期雪龙分会2023年 重新启动此计划 成为这些现困家庭最好的依靠 我尾心 我金足远 congratulations 你是和我 证 klar 改静 这些 女生 以及 见证 你正复制 连他们因为生活压力的关系 去家房很多都是因为他们心脏有问题 无法正常工作 像是珍妮一家从沙巴搬到雪龙区 为了让患上血癌的孩子得到健全的治疗 可是高昂的生活开销和医疗费 压迫他们的身心 2023年雪龙区所望相助纾困计划 收回家庭多达1491户 这些家庭经由申请或推荐 家访、核查、评估后 确认家庭财务入部付出 将连续三个月获得马币300元至500元不等的现金 连续运助 所以 terima kasih banyak-banyak sebab dapat bantu kami dari segi kewangan juga Thank you so much Kiha nanti nak nangis Thank you Kiha nant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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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紓困计划需要超过2000人来完成访查的工作 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援助送到收惠家庭手中 经验丰富的志工也透过共修和课程分享的形式 将慈激慈善的人文精神传承给新进志工 这次我看到的比起上一次的慈善日真的是出席人士很多 K1K3的家坊的那些成员一起来参集你这个慈善日真的是 你会看到很多人来做这个慈善 因为有师姐的陪伴还有一个师兄 就没有这样害怕 经过今天的这个说明会 我觉得会比较安心 在三个月的持续关怀中 如果志工察觉受惠者在生计 粮食 医药或教育上需要紧急求援 还可以立即提供额外援助 就像一条坚韧的绳索 引导受困家庭走出这摊泥沼 麦大爱吉隆坡综合报道